南投仁海鄉后山道路惨况 居民进出是冒着生命危险 每年6到10月刚好是当地农作物采收期 但采收季节却常面临午后雷雨或是台风 但例行道路不堪一点雨的折腾 当地农民为了跟例行道路抢时间 赌机会只好改变务农作息 一点一点的灯光像是夜间的萤火虫 仔细一看是一群人带着头灯抢收高丽菜 才刚入夜高丽菜农就赶紧摸黑抢收高丽菜 就怕一下雨道路中断 运送高丽菜下山就必须绕远路 这比较一下雨就垮 整个我们要绕路的 就比较时间长就比较花费时间长 早一点出气这样 因为每次下午这时候都午后雷震仪 会造成我们不变 然后我们菜如果菜运不出去 就等于说今天收的菜就等于是没有用了 11顿的大卡车就停在路旁 等高丽菜采收完毕 好赶紧运送下山 夜里采收高丽菜 身体比较容易疲惫 加上还要开长途车程再运到市场 对农民而言相当考验体力 就有年轻人先在车上休息 要准备做好副驾驶工作 把他看里面会吊石头 给他聊天 不然怕他的精神会不好 仁爱乡后山的夜里一点也不平静 除了高丽菜农一刻也不得闲 番茄农也忙着分类包装 就是怕道路中断 农产品运不出去 一切努力就白费了 有一次我们也是这样子 就是下午才下午四点后 就是那个出货 没想到就卡在那个4K 就卡一个晚上 结果隔天送到台北 我们的货 卖到五块七块干嘛 我们还倒贴 我们那农民这样子 每次这条路这样子 让我们头很痛了 所以我们大概都是 现在都三点 凌晨三点半或四点的话 一批货都要先包装起来 先给拖运的 好啊 突然下起大雨 高丽菜农 番茄农 更是无法休息 必须冒着雨加速收成 添一辆高丽菜农一间扛起两楼高丽菜 快步的将一楼又一楼的高丽菜 运上卡车 堆叠起来 准备出发 但出发之前 总是会先问 可能已经先下山的族人 路有没有通 还没了还没了 还没通啦 怪事还没到啦 三十路赶时间走上线 雨打 你走上面吗 还是下面 这边 我要走上面上出去啦 赶时间的走上面啦 没有赶的可以去那边等啦 怪事我先通知啦 好小 你怎么那么早一来 没办法啊 要赶那个西楼啊 仁爱乡后山道路 只有例行道路 以及雌峰替代道路 但例行道路 因为夜晚的一阵大雨 一早就已经中断 在满高丽菜的卡车 等不及例行道路抢通 只能走雌峰替代道路 加上单线道路汇车不易 所以车上都会装对讲机 互相联络 掌握大家的方位 这一辆倒着车下山的卡车 不是在耍特技 而是因为车身过长 想要进入雌峰替代道路的车辆 也必须耐心等待大车通行之后 才可以准备通往雌峰替代道路 趁着等待车子空档 居民都会互相寒暄问候 要去哪里 我要回那个扑梁 去补给一些 买民生用品了 对 当地居民饱受例行道路索苦 有时候道路中断就是好几天 所以居民都会不定时下山补给食物 以及民生用品 另外其实例行道路速限20公里 限重3.5吨 像是村长开的这辆11吨卡车 就是会被开罚 但是为了节省运输成本 只好冒着随时被警察开单的风险 一辆3.5吨的卡车 运输费用平均9千元 11吨卡车是16000元 17吨是18000元 像村长这辆车载运的高丽菜 就必须要三辆3.5吨卡车分装运送 费用是两万七千元 运输成本整整比一辆11吨卡车 超出一万一千元 例行道路泥泞不堪 许多车辆都在这条路上 有打滑的惨痛经验 甚至卡在路中央进退不得 连带影响其他车辆进出 政府没有积极修复道路 却已限重3.5吨才可以通行 居民无奈但也只能摸摸鼻子 致认倒霉接受罚单 看着不断泄气的轮胎 村长神情严肃了起来 因为道路狭小 汇车同时一个不小心 就容易刮到山壁 如果山壁刚好有肩状物 甚至会爆胎 地形道路状况多 爆胎也是常有的事 因为附近没有修车行 还必须等埔里修车行 带着轮胎上山换胎 但这一趟下来 又要等个两到三小时 才能再继续出发 高丽菜农一丸的努力 送到市场的菜都成了隔夜菜 村长说这样不但浪费一天的工 也白费了三个月的心血 让奴隶一切归零 南投例行沿线后山居民 大多务农 对山区居民而言 例行道路就像是大动脉一样 这条动脉堵住了 让当地居民的生活苦不堪言 也会引发民生教育医疗等等问题 但这一条路居民说 从921开始坏到现在 遇到几次风灾之后 越来越怪 当地居民不是没有抗议过 但抗议久了却得不到具体回应 居民似乎也疲乏 就像居民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路坏成这样生活还是要过 不是吗 不然能怎么办 但这样的一句话 却也道出居民满心的无奈 记得马拉斯巴藏 南投仁爱 前方报道